到了三局的下半 3比0 牛隊還是靠著一局下半所攻下的分數 目前是暫時的領先了暴龍隊 下週二開始 奧運的棒球熱身賽 中華隊與中華職棒的這五支球隊 就要在台中洲際棒球場來進行交手 屆時第一支要遭遇到的就是米迪亞暴龍隊 剛好最後一場要遭遇到的就是 今天米迪亞的對手新龍牛 依序是米迪亞兄弟中信統一 米迪跟這個新龍牛隊 張潛志在這個半局面對的守衛打者是鄭達鴻 鄭達鴻的前一輪是獲得了一個4塊球的保送 也回來得到了第一分 張潛志今年前九次的先發只有三場的優質先發 所以比例上來講當然就不是很好 可能是三分之一了 如果是能夠超過二分之一當然是 對先發投手來講當然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穩定表現 能夠到達三分之二那就讚了 對 不過現在從第二局開始 我看張潛志的一個表現 還滿趨於穩定的 對林坤瑋總教員來講 客人也更安心 他也擔心一個先發投手 他的一個投球局數沒有幾局 雖然今天這場比賽結束之後呢就進入到這個米地亞跟辛龍呢 這個三個禮拜 三週的一個休兵期了 不過總是希望在這個休兵之前呢 能夠有一場好的一個結果 我記得我這個球呢 打著是沒有觸碰遭到的三陣 所以投手還是要大膽的投內角球齁 真的效果還是不錯 所以貝利如果會講台語的話就會跟張潛志 來比較夾夾 貝利是在門工你知道嗎 昨天看一下 應該就知道了